二,老师的眼睛是X射线 执行他们给新发现的原野取了个名字 叫岩鼠原野 猫头鹰森林因为有猫头鹰 所以叫猫头鹰森林 不过,要是以为岩鼠原野上有岩鼠 那就大错了 执行他们一次也没有看到过岩鼠 没有岩鼠,为什么起了个岩鼠原野这个名字呢? 接下来的就是这个故事 岩鼠原野还是没有名字的原野的时候 一天,语文刻上 砰,响起了劲头十足的一声 啊,疼,疼啊 坐在前排的一个男同学捂住了脖子 正在黑板上写字的杨子老师转过身来 老师从地板上捡起淡绿色的山树籽 嗨,是谁呀 把教室错当成原野 上课时放起山树枪来了 大伙一下子静了下来 带山树枪的人把山树枪全都放在桌子上 藏起来可不行呀 老师的眼睛可是X射线 真的吗? X射线是连衣服桌子板都能穿过去的光 刚刚打过山树枪的明良 坐立不安地把山树枪悄悄藏到了书包里 只听老师说 明良,把书包里的山树枪拿出来 执行,从裤兜里拿出来 好厉害的X射线 两个人脸都红了 把山树枪摆在了桌子上面 老师把山树枪拿走了 但是放学的时候 杨子老师把山树枪还给了明良和执行 说 拿到学校里来不好 不过山树枪好像挺好玩的 我也想打一枪呢 回家的路上,明良说 老师的眼睛真的是X射线吗? 是呀 发现了我们的山树枪吗? 可没发现我的山树枪啊 看 一男从运动服的口袋里掏出山树枪 砰砰地打了几枪 我藏到桌子里头了 咦?怪了 大伙不知道老师的眼睛是不是X射线了 过了一会儿 玉子笑嘻嘻地说 喂,这样行吗? 三个人围在玉子身边听他说了起来 听完了 三个人干劲十足地叫道 好,干吧 第二天 杨子老师一进教室 就看到老师的桌子上 放着一个细细长长的盒子 扎着黄色的丝带 盒子上写着 石川杨子老师收 咦?这是什么呢? 老师解开了丝带 教室里的孩子们都踮起脚 看着那个盒子 老师打开盒子 盒子里装了满满一盒子淡绿色的山树籽 上面有一个小小的白色信封 信封上面压着一把绿色的山树枪 好漂亮的礼物啊 老师拿起山树枪笑了起来 然后打开信封 出声地念起了里面的信 下个星期六 在猫头鹰森林那边的原野上 玩山树枪 请来吧 明良执行伊南玉子 念完了 老师转向执行他们 说 谢谢 我会去的 我也去哦 我也去 见别的孩子也都嚷嚷起来 明良慌慌说 你们只能看哟 和老师玩山树枪游戏的是我们 星期六下午 猫头鹰森林里伊南在叶子 开始变黄了的举树上叫起来 来了来了 老师来了呀 穿着红帽衣的杨子老师 出现在森林那头 明良执行和玉子 朝老师的方向跑去 砰砰地打起了山树枪 我不会输给你们的 老师也还击了 加油老师 顶住执行 聚集在林子边上 观战的孩子们叫道 执行他们开始逃跑 老师朝观战的孩子们 转过脸来 得意洋洋地说 怎么样 还是我打得好吧 老师去追执行他们了 他一脚踩穿了枯草 扑通一下陷到了地里 哇 中计了 是个陷阱啊 不过 是个浅浅的陷阱 老师马上就从坑里抽出脚 朝前跑去 可扑通一声 又是一个陷阱 哇 不得了 这回老师往边上跑 哪想到 又是一个陷阱 这回是一个大陷阱 老师两只脚 一起掉了进去 老师输咯 观战的孩子们大笑起来 执行他们朝这里 跑了过来 在老师前头 竖起一块竹条 夹着图画纸的牌子 看不出陷阱的老师的眼睛 不是X射线呢 图画纸上 用蓝色的万能笔 这样写着 是的是的 老师的眼睛不是X射线 观战的孩子们拍起手来 老师坐在陷阱的边上 笑了 是那么回事 我中计了 然后 听佩服的说 不过 挖得真好啊 你们简直像岩鼠一样 骑了一大堆水泡呀 执行他们四个人 摊开了双手 让他们看 不论是哪一只手上 都鼓起了两三个水泡 从这时候起 二年级二班的孩子们 就把这片原野 叫岩鼠原野了 直到现在 整个学校的孩子们 仍都这样叫